现在他们去找地方睡 每个人都找他们的脸 有人睡椅子上 有人睡地板 对 中途之家遭祝荣 24名少年睡焦堂 所以他们现在都睡这里 暂时睡这里 小小焦堂 变成中途少年的棋神之处 因为他们的家 在上周六凌晨惨遭祝荣肆虐 这是牧室的地方办公室 这里的那个饮水器 它那个落水 我们不知道那个插头 就从这里起火 住在二楼的24名少年 从睡梦中惊醒 仓皇逃生 这边下去 然后就是从 有那个窗户 窗户下来 从窗户跳下去 刚好有一部车 就是师母的车 他们就跳到师母车上 一把火不仅烧掉 中途少年的避风港 原本就经济结局的 花莲主爱之家 更是雪上加霜 最难过的就是师母张立英 我们要的就是精美 要有人来对我们 真的是在用不同的眼光 来看这件事情 不要等到这个火烧 再来看我们 突破中心 希望大家帮帮他们 报道